中央大選打法在綠營 除了剛剛講的任聚坐在 還有一招就是賴清德副總統 他的人設要重新來重抓一次 醫師人設過去是怎麼設的 2018 13年曾經有在高鐵上救人 當時因為救人被六連拍之後 稱為賴神是這樣來的 最近在一個網路直播的節目上面 卓榮泰就說 多厲害 這個人可以隔空看診 聽聽這段談話 他有一次 談話談到一半 他跟我說 你回去噴一下 因為我呼吸有一點 咻咻咻的聲音 我說好 趕快回去噴一下 這就醫生上身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滿好玩的 滿好玩的 時不時就醫生魂上身 然後人家在講這些全黨 他就很認真的跟你 用醫生的角度 去討論這件事 他說他們心死了 為什麼呢 都補助款 大印的醫療加班 各種的補助跟福利 不但都拿不到 現在還給了一個叫做 那個 美食津貼 變成用美食補助金來補償 然後各種的確診工作之後 都說沒關係 然後硬把那一萬份 改成美食街的底用券 一般一萬元分給兩個人 本來一個人要拿著 加班的該拿的津貼 就是多少 現在不但有的要分 有的醫院是變成美食券 美食津貼 請問你福氣嗎 你冒著生命危險 加班超時 在座這些服務的工作 得到的價值是什麼 什麼叫做健康台灣呢 醫護人員的心健康嗎 所以現在爆出 他們要出走朝野 難避免 現在醫護人員已經 強烈的不夠了 又發生像這樣 情緒上受到重大的衝擊 而我們立法院在推什麼 執政黨推什麼 推再生雙法 再生雙法它很專業 但是有幾個關鍵是被 相關的專業醫護 都覺得質疑的 就是再生雙法 為什麼會拿來跟高端模式 相比較呢 因為最大的爭議就是說 可以開後門條款 也就是說就像高端一樣 在整個過程裡 不需要走完整個臨床的程序 走捷徑 在不危及生命之下 你影落不著隨死了 可能後遺症怎麼不知道 因為還沒完成臨床 只要細胞治療可以的話 不需要取得緊急受 不需要取得整個臨床實驗完成 只要緊急授權 就可以打在病人身上 因為其實很大的抗疫 立院總召柯建民就說 好好在協商沒關係 就現在暫時停下來了 說但是不要抹黑 但是網友們都在問 這不就是高端條款嗎 風頭過了再偷偷推就好了嗎 而這一位中研院院士陳培哲 不就是當時審查 被稱為社會的良心 他為了審查的過程不公不義 他跳出來 本來是深綠的背景 跳出來站在醫師的立場 喊話賴清德 他說你是醫生 站在醫生的立場 你怎麼看這個法案呢 綠委們推這個法案 為的是什麼 有什麼利益 那對人民要怎麼交代 背後的醫療利益實在太大了 就像當時再生能源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光電黑金 台南都還沒解決 那清德有回應過嗎 目前完全沒有提到 最近的所有相關的議題 不管陳水扁隊要喊話 誰對他喊話 目前都沒有看到他回應 所以案子雖然暫緩了 但是到底會不會有修正版 或怎麼個推 什麼時候推 不知道 那當然這也是促成了 我們最近股市雖然一直跌 今天漲了 但是在跌跌不休之下 唯一一支獨秀的 漲勢領利的當然就是生計股 看到政府這麼努力的 扶植我們的生計股 另外看看是不是菜歸賴水 顯然一定是這樣 所有蔡英文說的 賴清德都說讚 都說香 用他的所謂的口號治國嗎 那詐騙集團剛剛我們講 要當心 數位服務部沒有做 別人做 做什麼呢 用刑法來罰 這個是現在選舉快要到了 才通過了一個條文嗎 刑法部分修正條文 修正案通過了 只要犯有私刑致死 就是詐騙集團把人家拘禁 害人家致死的 這樣子的重要 重大的傷害 就會處最終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加重處罰的概念 如果造成人家重傷 會處五年以上 十二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大家都在問 哇 要選舉到了 這個時候再加重處罪了 這一次是陳水扁 沒有上凱道去抗議 所以就可以這樣加速通過 但這七年來 怎麼都沒有做 或者是詐騙集團 到底你用了什麼方法去打擊 去解決民眾的擔心疑慮 不讓民眾受騙呢 賴清德倡議的是說 要做專案辦公室 好多專案辦公室 而陳建仁的說法是 這個專案辦公室的成效 是不容否認的 沒有辦法否認 是因為根本就沒有存在 要怎麼否認呢 就是各種辦公室 有年改 洗錢房子 各種辦公室 那到底這些列出來 這麼多少 紙化對策 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 新南向政策辦公室 到底有十二個專案辦公室 做了哪些 消化了多少預算呢 所以才會有很多 媒體的分析報導都認為 現在五缺 缺電缺地缺水 各方面的 那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現在解方都只有一個 叫做成立專案辦公室 以及認知作戰 民眾會相信嗎 主打 我覺得再生鬆法這件事情 其實徹底代表了 跟光電非常類似的概念 光電類似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趁蔡英文下台之前 趕快英氣的人想要撈一波 那撈一波能夠怎麼樣 就盡量光電能放寬就放多寬 國家未來怎麼走 國家未來有沒有希望 他根本就不在乎 因為他只要手上撈到錢了 就開心 有沒有 今天我還剛剛瞄到一個新聞 魔獸跟另外一位NBA球員 人家在夜店亮槍 結果被處罰 魔獸說我支持你 你可以來台灣 對 台灣現在除了我們之外 大概每個人都有槍 你來台灣亮槍 應該也不會被處理 而且魔獸的公司 因為綠能賺很多 所以可以再請你來 好好的打球 最好趕快來 你可以隨便放鴿子 我覺得講白了就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今天光電 都是掌握在綠營的手裡的話 你就不要想這個東西 在台灣會有什麼未來的發展 全世界都在講非碳家園的時候 只有台灣講非核家園 而且我們非核家園 重壓單一的一個選項 就是太陽能光電 如果太陽能光電 最後沒有辦法收拾的話 這些人還在嗎 沒有啊 蔡英文就已經下台了 還有離岸風電 離岸風電 如果離岸風電很開的話 你現在看一下 它占全台灣目前的發電有多少 沒有風就沒有離岸風電 我覺得講直接牛把東西通通拉回來 就是如果今天台灣不是這樣子 一個詐騙橫行 能源不穩 而且人才跟人力資源 其缺的狀況之下 那為什麼我們會變成這樣子 那就是因為民進黨執政 因為他各種各樣的政策 到處出問題 只為了短時間討好 討好怎麼樣 政策錯了 撒錢 政策錯了 撒錢 少到最後有一天會沒錢的 那你拿我下一代的稅收預算支柱 來支援我們這一代的決策錯誤 這真是很愚蠢 而且會沒有未來 但我不知道大家醒來了沒 那如果你來不及醒來 去看看世界各國為什麼要恢復核能 賓哥現在要恢復賴清德 賴神的醫師之神 可以隔空問診的這種威風 但是看看醫護人員的處境 卻又是如此的不堪 他回不去了 因為他的醫魂已死 他怎麼回得去 因為很簡單 在台灣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你是副總統 請問一下你在幹什麼 你在帶頭打高端 你自己是醫生 結果你本來是被蔡英文受命 受命要去打聯亞 結果聯亞沒過你就去打高端 請問一下高端 通過了正式的醫學檢驗了嗎 如果都沒通過的話 你身為一個醫生 你為什麼要帶頭打 蔡英文不懂也就算了 因為他非專業 你是專業的 那你為什麼要打 所以光是你打下高端的那一刻 你就喪失了你的醫德 喪失你的醫魂 你還要弄什麼醫生的人設 而且我請教一下 在整個疫情當中 你有去幫這些基層的醫護人員 爭取過什麼嗎 你現在告訴他要說 我們都是一個團隊 那人家在那邊 流血流汗在拚命的時候 請問你在幹嘛 你有跳下去嗎 陳佩琪被你們罵了半死 好歹他自己跳下去第一線 那你也是醫生 那副總統又閒得沒事幹 你為什麼不跳到第一線去呢 所以在跟我講 這個時候要選票就出來說 你是跟他們一個團隊 誰跟你一個團隊 你連錢到現在 人家口在那邊沒有發給人家 你有去幫人家爭取過了嗎 所以還好意思講 我覺得他越是這樣講 這些基層的醫療 這些人員越恨他 因為覺得你根本就是 每天在欺騙我們的感情 那再生雙髮這個東西 我真的覺得很恐怖 我一聽到這個髮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是怎樣高端 現在成立了哪一家公司嗎 不然的話為什麼要特別量身打造 一定有個目的 因為完全一模一樣 你看不用臨床實驗 不用經過國外的驗證 國外的許可什麼都不用 只要我覺得他 對人體沒什麼危害 就可以直接在病人身上打 這還得了 這種東西以後等於大開方便之門 隨便他們怎麼亂搞 然後都沒有任何責任 打死了就算你命膽 就是這樣子 這種法居然想要過 然後柯建民還好意思講說 不要抹黑 什麼叫不要抹黑 這根本就是把人命當兒戲 以後進來一大堆藥 你知道尤其是這種藥誰最需要 你知道那些得到 比如說像癌症這種 非常嚴重疾病的人 那我自己成立是 癌症病患的家屬 所以我非常清楚 你到了那種關頭的時候 一般的藥沒有效的時候 我只要聽說哪一個藥 可能會有效 老實講那個時候 我已經不會去管它 合不合法了 什麼都願意試了 我就是試試看 就是試試看 那個錢就是花錢如流水 會不會怎麼樣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這就等於是你開給他們一個門 以後他們就可以堂而皇之 而且不受任何處罰去賺這種錢 可是犧牲是誰 犧牲的就是這些病人的權益 跟家屬的權益 那我們政府要做這種事情嗎 這麼多的專家學者在講 你們現在還一副信信然樣子 你老實講 你們這樣做讓我覺得 你們就像朱大綱講的一樣 就是要趁蔡英文落跑之前 趕快削一票 因為賴清德上海 你們削不削得到不知道 下一個政黨會不會輪替你也不知道 所以現在趕快能削就削 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台灣的人 人命就跟韭菜一樣 被你們這樣直接割掉 那我必須說 現在詐騙集團這個東西 大家看他們講得很厲害對不對 治人於死 10年或是無期徒刑 然後重傷 然後5年以上 12年以下的徒刑 那問題是你知道嗎 如果是一般的詐騙 或是詐騙拘禁 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那我們現在量刑 實務上是怎麼樣 就是全部最低一年是不是 就判你一年 那甚至還有怎麼樣 因為你看起來可教誨 或是你什麼情有可憫 然後呢緩刑 一大堆都是這樣子 為什麼詐騙集團不會怕 就是因為你拼命給人家緩刑 所以你在實務上不去解決 定這一法 到最後根本不會執行 請問一下我相信你 相信才有鬼 還有執行抓不抓得到 比較多的是抓到車手 或年輕刑罰 低的這一些年輕朋友被騙了 有事怎麼看 在整個現在的過程裡頭 讓大家覺得疫情期間 我們因為要從緊急 所以在疫苗的使用上 可以用一些跳過程序的方法 大家可以接受 因為太緊急 這是人類為名第一次碰到狀況 可是現在以後常態的 可以這樣幹 不是 我們人類第一次碰到這個病 我們自己處理方法 你看看國外 大家都是同一 不是台灣第一次 是吧 全世界都第一次 我看到這一行中間那一行 最後的那個股價上漲 我整個杯從中來 因為你目的就是這個 生計股 沒錯 你講得好像 堂而皇之 我要幫台灣照第二座護國神山 他山之石 你去看看別人在這一場疫情 剛剛錢秋你的命題不就是 這場疫情我們怎麼做 該做 生計該讓它起來 沒有錯 未來可能在後疫情時代都是個市場 問題是我們的做法對不對 不對嘛 三期臨床事件 這是普世價值 連陳培哲都生計成這樣了 這有什麼好討論 你看看韓國 他為了要做一支快篩 韓國在2020年的1月 1月才第7例第8例的時候 就把所有快篩的公司找來 你願不願意做 其中有一家叫CGENIT 看世代 我願意 國家投資給他 清瓦台找他來之前 他不過是一年營業額才20幾億的 韓國快篩公司 經過了三四個月之後 你還記不記得韓國有一個畫面 車來訴 已經幾個月後 變成200多億的一家公司 人家生計這樣在發展的 這是韓國 你要不要再看看 新加坡怎麼針對疫苗的 他有像這樣子嗎 通過什麼法 什麼法 他沒有傳染病防治法 也沒有 人家怎麼做 疫苗我要 派他整個新加坡最厲害的醫生 陳培哲 李秉穎 出去找你的同學 然後找到了BNT 怎麼辦 投資 但馬西基金300億投資進去 國家不但賺錢 然後 把技術留下來 懂嗎 這個就叫做生計 人家是這麼在幹的 我們不是立個法之後 全部開大門 你再把兵哥剛剛那段接進來 你就懂了 人家是這樣在賺生計的錢 為了疫情開整個 護韓神山 護新加坡神山 我們在立法院開了一大堆的通路 綠色通道 讓這些人可以照他們 自己想要的市場 請問一下 你要的是健康還是市場 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 我們這個政府選的是市場 各國選的是我先照顧健康之後 我再要到市場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疫情 為什麼陳培哲這些人氣成這樣 因為他不給你資訊 去看看新加坡 看看韓國 甚至我們第一段的大陸 不讓你看 只告訴你台灣可以幫助 台灣很棒棒 我最後要講 難怪民進黨會這樣 卓榮泰我笑你一下好不好 你沒有病逝感到一個地步 你知道嗎 你自己咻咻咻 你還不把這個帶在身上 你還要賴清德提醒你 所以你也是病患是嗎 我是 我不用別人提醒我 我也不需要 我一不舒服就噴了 我咻咻還要 整個民進黨是不是都像卓榮泰 你一樣你沒有病逝感 連這種議題你都可以拿來講 我們要的是什麼 八四兩表你要不要幫我們檢討一下 這兩天最熱的議題 不是八四兩表嗎 我們要不要把真的老百姓 所在乎的在病院裡面的那些人 救起來 還是要救你的生技市場 現在連專家的定義是什麼都懷疑 陳培哲說 他們可能不覺得我是專家 不是 所以該怎麼辦 你是不服從黨藝的專家